那么昨天下午开始我就全面的在这方面进行 首先是了解情况 国内的有朋友已经到了现场 他去了现场以后 那现场已经封闭起来了 那地方发生事故 这个地点 地点确认河南 山丘 这个就这个地点 所谓的 后面我会讲 然后我就通过空军的朋友 国内的甚至在国外的 去讨论这个事情 大家发表意见 那么我今天做的这个视频 也是 在征求各方面意见以后 我们得出来的 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今天在这 跟给网友们 做些分享 大话说回来 我以前在 东韩的飞行事故上 这个上面说了 作为这个飞行事故 如果是军方的飞行事故 军方是绝对保密的 不会透露一丝一毫信息 而且会全方位的封闭 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靠我们所掌握的 了解的这些现象 进行判断和推测 你想等着中共把这个事情说开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就是民航 东韩这个民航这个事故 到现在为止 他也不会拿出结论来 我当时在上面就讲 我根据现象上说 我说第一 最大可能 最大可能是飞机 操动系统发生事故 导致飞机下降 但是我后面补充了一句 也不排除飞行员故意操纵 故意操纵 就是在有自杀的群下 我说出这个话也是 我觉得这个点击力很高 大家认可的这个范围一很广 认可的比例很高 那今天呢 就这个特殊的事件了 我没有时间做提醒更多的做准备 我只要早上起床以后 就是发了一个帖 最快的是十点半 给大家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 跟大家一块去分享吧 因为毕竟我不在国内 毕竟中共对这个事故 完全的封闭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靠我们 自己得出来的东西 进行推论 给大家一个 就是了解的范围更广一点 我今天得出了结论 如果说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这是一件 惊天动静的事情 飞行事故 飞机摔了飞行云活着 这属于二等事故 不是很重要的事 航空兵发生飞行事故 是很正常的现象 飞机在空中出现问题 掉下来是很正常的现象 而且飞行员跳伞成功了 这个就是很正常 但是这件事故不一样 这背后隐藏的东西 是震惊全世界的东西 我相信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整个西方国家 在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的介入度比我要高得多 但是他们在调查过程中 他不会公开 那我像我的网友们 像我的朋友 这些这个粉丝们 注意是我自己的一些判断和推论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说 那我今天就说了 就开始 这个昨天吧 昨天是应该是早上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新闻 这个事情 我首先看到的是 两个飞行员 第一个视频 一个中方飞行员 一个外国飞行员 中方飞行员和外国飞行员 身上都穿着抗和服 这种抗和服 只有在间接机上 飞行员飞高难度动作的时候 才穿的 我在航空员待了二十多年 当过团里 师力 军力 海军的航空员参谋 我本身也是飞行的 也是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 从这方面来说 我应该是说 就是说在美国来说吧 应该是 有发言权的 在中国也是有发言权的 我身边还有来自空军方面的专家 就在洛杉矶 我跟他两个一进行的讨论 这个抗和服穿着 就是战斗机 而且是战斗机 在飞高难度科莫的时候 飞空战 飞特技的时候 飞大规大过载动作的时候 才穿的这种抗和服 我们在航空兵的时候 飞行员如果飞航行 飞仪表 飞编队 很多都不穿这个衣服 它只有大过载的飞行 这个抗和服 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抗和服是贴在身上的 一旦飞大过载的时候 这个自动的 对这个抗和服里面增压 增加空气压力 把这个身体给压紧 把他的血管整块压紧 使他的血不至于 从头灌到脚 从脚灌到头 对吧 大过载的时候 这个重力加速度 这个很大的 如果这个飞行员的 下半身的血 冲到脑部来了 你知道 血也是有惯性的 冲到脑部来了 飞行员昏迷 那么 脑部的血 冲到下面去了 飞行员也会昏迷 所以这种抗和服 把整个的身体缓起来了 载荷因素越大 载荷因素是什么东西 是深力与重力之比 超音速是当地的飞行速度与因素 当地因素之比 这叫M速 马赫速 这是专业的 你们不懂这些东西 这很正常 不记得大家都懂这东西 那么 卡赫福 我确定 这个飞机 是高速战斗机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飞行员 这个展向 我判断是俄罗斯人 因为中方和 在军事交流方面 目前 主要的是俄罗斯 中国的武器 是从俄罗斯买 或者是 对吧 反造俄罗斯 或者乌克兰班族 乌克兰不可能 有飞行员到中国来飞行 对不对 现在可以说定 那么 有的人说 中国和外国 这个飞行交流的东西 多了 巴基斯坦 这明显不是南亚人 也不是非洲人 也不是朝鲜人 那是大家 最大的可能就是说 塞尔维亚和伊朗 那 塞尔维亚现在 没有买中国的飞机 伊朗有 但这个人 长相 他不是伊朗人 但是网上 有很多的人 说是伊朗人 但这个问题 我不做定的 大家去分析 我认为 石油巴基 是最大可能的是俄罗斯人 因为他长得像老毛子 这个 就是从长相上说 第二个从 某些人就是说 军事交流方面来说 俄罗斯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三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飞机摔的这个地方 它是 那肯定是空军了 那么 在河南的空军 只有郑州 郑州的空56旅 以前是空18时的一个团 现在是56旅 它在郑州 这个 呃 东北方向 就靠近郑州市的边上的 有一个地方叫 马头干机场 空56旅 现在装备的飞机 是非常先进的 歼10B和歼20 这个设施地点 正好在 马头干机场 马头干机场是 这个西北和东南方向 这个这个 斜的 它摔的地区位置 就是马头干机场的 跑到 西南延长现在的 192公里的地方 那毫无这个地方 毫无疑问这个地方 就是马头干机场 空56旅的空域 一般的情况下 航空兵飞行 都在自己的空域里面 一般 它一个机场 都有5到6个空域 空域交叉 它只会要跨地区 只会很麻烦的 容易发生飞行事故 尤其是战斗机飞行 它 它这个空域 它如果 像川这个 康后服飞行 它是大动作量的飞行 它 一会拉起 一会 俯冲 做筋斗 对吧 这个大速度盘旋 它的高度不好保持 如果说两个机场的空域交叉 它在这个地方移动 它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机场的飞行安全 所以空军飞行很注意这个问题 一般不会跨空域飞行 除掉有些机动项目需要和边上的这个部队 这个空需要空域 这是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再解释一下 中共有外训的这么个项目 中共的外训项目基本上都放在56里 在郑州 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就历来都是这样的 郑州的 郑州这个 这个马特山机场 它就是外训项目的一个 一个点 它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出于空房的考虑 上面有一个外国飞行员 如果这个外国飞行员架死着飞机 把中国的这个飞行员带走了 这是政治案件 它不可能把外训飞机放到这个海边上 外训是这个机场的 那还有 我现在就是用反正法来讲 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很快很快 我就估计就是一两个小时 中共就抛出来了一个 说在安徽货山摔了一架 L15 很多五毛 兴奋的在里面转天 这是中共抛出来的一个烟雾弹 转移方向 因为这件事情太敏感了 他们要洗地 我说为什么不是说这个L15呢 教练机呢 这是一个教练机 中共有教练机只能在 飞行学院培训新飞学院时候用的 中国的飞行学院 现在是 改革以后成三个飞行学院 哈尔滨飞行学院 这个石家庄飞行学院 西安飞行学院 那么郑州这个地方没有飞行学院 没有飞行学院 这点肯定 不可能飞行学院 飞行 这个教练机到这个地方来飞行 L15这个飞行 中国没有 L15是寒展以后 向外卖的这种飞机 向外卖过 在国内这个飞机叫高教石 中国的飞行学院有四种教练机 粗教六 粗教八 粗教九 高教石 高教石和L15是一个型号 只是出口型的叫L15 所以L15不可能在中国飞行 中国没有L15 五毛们在上面说了话 我说如果说不是五毛 它是外韩 那么我说五毛 我就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讲 第一 郑州山丘这个飞机实施的地点 有老百姓去了 视频里面 老百姓讲的话是河南口音 我是安徽人 安徽口音我能听得出来 不是安徽 我刚才前面讲了 安徽这个地方没有飞行学院 没有L15 中国就没有L15 不可能 这个事完完全全是假的 那么我的朋友也到了现场看了 这个地方确实发生飞行事 我大进不去 但是晚上出现了 现在已说出现了三个视频 对吧 中共抛出来L15在安徽摔掉 这是忽悠老百姓的 他忽悠不了我 转移方向洗地 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 知道吧 在俄乌战争这么敏感的情况下 你居然有俄罗斯飞行员在中国飞行 为什么 再一个 俄罗斯飞行员再飞 他也不会在高教级上飞行 俄罗斯飞行员过来是飞战术科目的 不是飞技术科目 所以不需要教练机 这个是否认 那么俄罗斯飞行员到中国来飞行 两个目的 一个是卖给了中国飞机 需要来带训 对吧 培训 这是一个 你想 带训 有的人说 那带训要用教练机 不要 中国的飞机 从殲6 殲7 到殲10 殲11 殲16 殲20 都有双座的飞机 每个团至少保持四架双座飞机 双座飞机就是教练机 飞技术科目的时候 技术科目的时候 教员坐在后仓 飞行员坐在前仓 代飞 飞 仪表动作的时候 教员坐前面 飞行员 学员坐后面 用蒙布照 把蒙布蒙起来 用仪表飞行 这是为 复杂基线做准备的 飞 这个 战斗部队 就是这些 像 56旅 包括空军航空兵的 海军航空兵的 这些舰机机部队 没有用出 这个教练机 这个环扯的 简直是 我估计它是 急着抛出来 这是外行的 我我认为 如果是空军方面 是军军阀 抛出来的 这个 教练十五 这个摔的 安徽这个事情 想蒙蔽过关 这个事 这是外行 抛出来的 外行 抛出来 完全是外行 今天把这个事情 给你激怒了 我 我我问了很多人 我也通过各种分析 我有一个数据库 空军的飞机的部署 机场的部署 飞行的空域 飞机的机型 包括飞行员的数量 我清清楚楚 我有资料库 我整天就做这个东西的 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说是单纯的一个 二等事物 我也不会说的 这很正常 航空军出身的 摔飞机很正常 是吧 不说中国 外国哪地方都说 但是这件事不一样 这一件事 涉及到当前事件 这种安全形式 你中共一直在说 不给俄罗斯进行 军事这个方面的帮助 你这件事情 到底就是你中共 跟俄罗斯在军事合作 那我说 这个马特干机场 空56旅 它装备的是两种飞机 一种是歼尸臂 一种是歼尼 歼尼我们就不要说了 目前是中共最好的飞机 对吧 那么我们就说歼尸臂 也有的朋友 网友在网上说 这是歼尸 歼尸是卖给 卖给的 你们就不懂了 歼尸臂是不出口的 歼尸臂是歼尸三个类型里面 最先进的 是中共自己用的 你们又不了解了 那么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飞行 为什么 中共把外训任务放在 马特干机场 我刚才讲的 一个是政治安全的使用 第二个 对吧 是 河南嘛 河南号称中原嘛 他这个各方面的保障比较好 你外国飞行员过来以后 你又搞到一个很穷的地方 或者什么地方 保障能力差嘛 交通也不变嘛 因为在外训的时候 他需要先进行 他有个合同的 他要签条约的 他要很多很多配套的工作要完成的 所以这个机场的配套很好 郑州也是个大城市 各种条件应该是很好 所以 我讲到现在 我完全可以注定 这个不是L15 那么中共抛出来这个L15 是什么意思 你抛出来的东西 你得拿出视频 拿出证据来 没有 任何证据没有 就是说 我通过这些 这些现象 就是说 我也是 这个 采取这种 叫什么呢 这个 推论吧 反正法 这个一个个的排除法 来排除 其他的一些可能 那么剩下来 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毕竟我也没到现场 我也没问这个飞行员 说你是哪里人 对吧 这个东西 这方面是不能肯定的 中共也不会来说 不会出来说这个事情 那么 你中共不说 我来说 你有本事 你出来反驳 你拿证据出来 你说我是胡说八道 是造谣 OK 你证据让我服了以后 我 我在尸身面前 我就 就否定我的说法 但是 你中共有种 你就出来 你不要抛出一个什么 L15出来了 你在忽悠中国人 你在忽悠全世界 你在 主要的就是 你在忽悠 美国和北约 这个事情出来的有多大 你中共太清楚了 西方国家一直是在说 你中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半凶 说你有军事方面的项目 去援助普京 没有证据 中共也说 我出口的是生活用品 或者说什么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 生活用品 拉过去以后 它就可以变成军用 军用物资 对吧 军队粮草 生活各方面保证 但是 西方国家正在抓你的军事 援助 俄罗斯的这个证据 这是证据 你中共必须出来 把这事说清楚 你说不清楚 西方国家让你说清楚 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不是因为这一家 二等普京事故 小意思 一旦确认 你习近平跟普京是一样的祸 是吧 战发 刽子手 那接着是什么东西 制裁 君子围堵 要把习近平抓到国际法庭去 这是真的是天大积大的事情 这是一种颠覆线的世界 网上有很多的自媒体的朋友 有几个 还有 还有这个 做媒体的朋友 也在联系我 要我到他的这个频道里面 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信息 来做这个节目 我说不用 我自己做 我对我自己讲的话负责任 我希望你中共站出来反驳我 你拿出证据让我可服心服 让网友们可服心服 今天就讲这么一个问题吧 我看看大家有什么说法的 我再简单解读一下 我们也不超过不要超的时间太长 而后面就是根据情况发展 我们还要做 必须把这事搞清楚 我今天只是先讲一下我的观点 有证据出来 我进一步的认证 这件事情对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 是举足情综的 当然各个国家都有各种种族了 但是在这个什么地方的人来说 我认为是俄罗斯人 大家如果有什么证据 说是哪个哪个的 这个东西 但是这里面证据有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证据 从飞行员穿的衣服上来说 他们完全可以造假 中共在这方面做的防范 天衣无缝 他就不能作为证据 他穿着什么衣服是有意安排的 而且这个飞行员说 这个外国飞行员是教员 这也是假的 为什么说是假的 在做这个项目 这个合同上就写了 就写了 明确规定 你飞行员对外讲就是 这个教员 你跟你老婆也要说是教员 反正透露出去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教员就不一样 教员是来教中国飞机的 中国飞行员的 但是现在中国飞行员不需要你教 坚实是自己造的 是在以色列的班族下的 诱试的情况下 自己改进了一个 就是外星加了一个压式布局 就是把水平尾翼放到前面来了 这不是俄罗斯的飞机 俄罗斯不是俄罗斯飞机 俄罗斯凭什么来当教员 如果是歼20跟俄罗斯半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教员是早就设定好的 对外宣传它是教员 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说是小菜一点 为什么中共抛出来一个 L15出来了 L15是教员机 它跟战斗机飞行部队这个性质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指定的就是战斗机飞行员 就是从郑州的 马头刚机场的空56缕飞出来的飞机 从空域摔的飞机的地点就是这一块 不存在航空航校飞行学院的飞机扯当 所以中共把这个事情爆出来 此地乌银300点 假的 120%是假的 就L15这个事情是120%假的 很久的五毛还在那里说 是安徽的 那现场的视频都看出来了 讲话都是河南人 我根本都不需要了解 这个安徽 河南这块就根本没有飞行学院 哪来L15啊 中国到哪有L15啊 L15是出口行的 中国只有是高教师 在含笑 这就是这个飞机摔成这样子 我一直看到了一点点东西 它什么型号我也不敢说 但是两种型号跑不了 因为空56缕 只有尖尸币和尖20 正好普京需要的飞机 也是这两家两种飞机 他别的飞机要干什么 他要了别的飞机 他还要训练干什么 你比如说歼11 这个歼11是苏27啊 是吧 这个俄罗斯进来的飞机 或者根据俄罗斯改制的飞机 他飞行员不需要到中国来陪军 俄罗斯飞行员飞行技术 比中国好得多啊 所以这种飞机 本来就是他们造的 他直接飞过来以后 就是单做的战队机 直接就可以飞到俄罗斯去作战了 他还要在河南这块进行培训嘛 那么河南这块培训 定夺的了 这架飞机上摔下了一个中国的飞行员了 这就是培训了 这不是教练机啊 这是战斗机啊 而且就是两种战斗机 也符合普京现在需要习近平对他进行军事 增援的这么一个 理由 中国现在拿得出手的飞机就这么两种飞机 因为俄罗斯现在跟 北约跟西方在对抗的时候 他处于弱势 他制空权拿不下来 他不会要中国的飞机 那个那个很垃圾的飞机 中国的垃圾的飞机 上去就是火把子 一个一个打掉 一个打掉了 那尖士币确实比较先进 他的雷达和火控系统发动机都是比较新的 歼二林就不要说了 歼二林还带有隐形的 对不对 你普京傻啊 要那种飞机啊 这些事情 有脑子好好想一想 他就是这个 细胞子跟 就是军事支援 俄罗斯的证据 跑不了 有朋友还在问 说这个飞机摔的残河和这个降落伞和飞行员所处的位置 不是很远 这个是现在条件下的正常现象 因为这个两个飞行员 他肯定是飞行事故 飞行事故的时候 两个飞行员他胆子较大一点 他尽可能要保飞机 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跳伞 因为现在的跳伞条件都是零高度跳伞都能救生 什么叫零高度跳伞 就飞机停在地面跳伞 弹出的高度也能保证散开和飞行员的安全 所以他到临时最后才能跳伞 所以他的残河降落伞和飞行员的这个位置 不是太远 你说说荷兰的飞行学院在哪里 飞行学院 所以高教级的飞行 都在偏远的地方 以前的空军的五含校八含校都在新疆 新飞员没什么技术 他要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飞行 他会有你发生事故危害 你们提出不同的意见 没有问题 也帮助我去推论 在进一步的修正我的看法 也给大家一个边上的东西做参考 不是说我说的东西就是肯定的 百分之百的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只是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和大家做过交流 我讲出的问题 我是讲理由 根据 我希望你们反对我的深言 你们讲出理由和政治 你网上那些人说是L15的人 是在安徽摔的这个L15的这个人 你出来拿证据出来 打算飞机你不认识 藏河你没办法认识 那个视频现场的老百姓讲的河南话 你们应该能听懂 河南话 稍微 你不懂你可以问问别人 这个是什么哪里的话 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有朋友到现场去了 我没去之前 我就不敢做这个视频 我要基本上了解 一个是事故的地点 备行单位 这个整个的 要给大家一个证据吧 一个概念 对吧 我也不是胡说八道 对吧 又出来一个什么歼11系列 这个王娟 讲的是歼11系列 晚上有视频了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歼11是427改的 俄罗斯飞行员不需要到中国来培训 河南没有监视 只有监10B 而不是监10A监10C监10B 和监20 所以大家在 现在 这个中共 为了掩盖这件事情 它会抛出来 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它会不细于力 抛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赶紧把它说出来 因为我不说出来 中共 甚至很有可能 干扰我 威胁我 我不怕你 我尽力把它说出来 我在美国 你没招 我就 就要把这个事记录出来 所以对 大家就说 百度的不要去搜 你搜谷歌 美国的卫星当然能看到了 你以为美国老傻 美国和北约国家 我估计正在研究 当然他们比我要慎重了 他们要把政治捏得死死的 才能 才能确认 不像我这样的 我没有说我百分之百 我只是说 根据我的情况 我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一旦西方国家 掌握了这个你的东西 老公死定了 你现在在国内 那个小县城 你都把铁都封起来 超市关门 没吃没喝的 你他妈真的吗 在做死做死 你居然还敢 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 我先军事 然后我这有多小费 我去军事 这是 մ虾